我刚才可能是说话有点冲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把门关上 儿子 爸也说句实话 爸不是诚心的 爸带着洋洋来北京也不是诚心祸害你们两口子日子的 不是 爸 你想哪儿去了 没人嫌弃你啊 我们是让洋洋妈给轰出来了 怎么了 本来不想告诉你 你说这咱倒霉事全让咱家谈上了 你嫂子把你哥蹬了 离婚了 啥时候的事这是 就我们来之前的事 你哥老是把房子也给他了 他前脚拿着房子 后小就把我和洋洋给撵出门了 还勾个野男人在家里 你爸这老脸算让他给丢尽了 他是不是这个人啊 洋洋是不是他亲生的啊 自己孩子他不管啊 你吵说啥呀 啥光彩的事啊 这事你可别跟清清家里讲啊 还不得让人笑得到老池家打牙呀 这都一家人谁笑谁呀在这儿啊 一家人 好日子过是一家人 有难就各自非咯 那我好背话也得捅你一道 那我哥呢 啥情节现在 他能咋样 已经到这份上了 认了呗 你哥就是一开始结婚就让那娘们给拿住了 你知道吗 才弄成今天这下场 儿子 你可真得听爹一句话呀 可不能让这娘们给拿住 你说这清清 我怕就怕她和你嫂子是一路人 不是你 你听我说 我来这些天呢 我就一直在观察 你说从咱那卖房子 把咱们弄得家破人亡这事来说 结果咋样呢 人家一点没有悔过的意思 该吃吃该喝喝 成摔手掌柜的了 我看这油瓶子倒了 她都不带服的 那还有她那个妈 就仗着清清怀孕了 这家伙成仓家功臣了 要不要练呢 今天不是这样 她是她嘴上不带会说好听话 她心眼特实诚 傻小子 你看谁都实诚 你以为谁谁都像咱们家人似的 啥时候都挂脸上 我看我真是养你喝养你喝都 把你们养傻了都 一点不知道防人 我也是 自作自受 老了老了 这败了族宅 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你这那边吧 让儿媳妇给轰出来了 这边吧 这又给脸子看 做啥孽了这是 爸 你在这儿住没人给脸子干 你跟杨阳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 你放心我养你一辈子 好 我你就不用管了 土漫半截了 咋不能过去 关键是杨阳 乖可怜的 找谁惹谁了 小小年纪你说 弄得爹妈都没了 你这当书子要是不管的 就没人管他了 我知道我知道 妈 杨阳这边我管到底 你放心吧 我肯定给杨阳在北京 掌握最好的学校 让她好好上学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你告诉庆庆 对我冷点热点啥子 没事 她有身孕吗 就是别委屈了杨阳 庆庆肯定会对杨阳 只有我在这儿呢 你做得了你媳妇儿住 我能做住 但愿吧 但愿你别和你哥一样 我就指望着你了 我们HR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电脑部 把销售订单管理程序 按照商势要求做了修改 最新一版程序已经给黄总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程序 这个项目我昨天不知道提到了吗 我 哦 我昨天是收到一个程序 但是我昨天手动工作太忙 还一直没看 系统管理是一个大事 要有限解决 你抓紧时间看一下 下午汇报给我 好的Roberton 三回我就看 让人来找你 还有吗 好 黄总 怎么着 这都忘在复印间了 怎么回事啊你 连应程序这么大的事你都能忘了 这不像你啊 是啊 今天在会上幸亏有你 这要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 谢谢 别客气 对 程序我发明吧 你没收到放松 放松 放松点 现在是休息时间 我来找你也不是一个老总的身份 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问问问你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这好几天了都心事重重呢 方便说吗 没什么不方便 我爸 我爸 我爸从老家来了 还把我侄子也带过来了 都住你家 这又是老又是小的 清清又怀孕了 那你可够忙活的 这家里都两口人都没什么事 关键是 我嫂子跟我哥离婚了 连自己孩子也不要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 我想好了 孩子我来养 我答应过我哥照顾孩子 所以有我一口肝的 肯定不让孩子喝心的 志祥 说实话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而且也很支持 但是你有没有冷静地想一想 就你和清清现在的情况 现在她还怀孕了 再多个孩子 你俩能应付得了吗 应付不了也得应付 那不是因为我 我哥不会出这事 我哥不出这事啊 孩子遭不了这罪 所以未来的日子肯定很苦很累 但扛呗 我就不信扛不过去 就我看来 你已经扛得不错了 真的 有时候生活吧 总是愿意考验一些 坚强的人 挨着生活 挨着生活 不扛着又能怎么办呢 那清清怎么办啊 她现在怀孕 家里又是老又是小的 她能适应吗 这能不能适应 她不都得面对 清清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就是一小倔驴 我爸呢 你也是一朵奇葩 话特别多 你俩总是对不上 你说这一段 因为给孩子找学校的事 家里都吵冒烟了 怎么会啊 我爸 偏得让我们清清 给孩子在北京找最好的学校上学 你说真不是我们清清不想帮着忙 是因为我们心有余力不足 北京谁也不认识 折腾了一顿 最后连门都找不着 这回家都好 我爸不高兴 有气就朝清清撒 清清兜不住火又朝我来 你说我家中间怎么样 和你现在就是双面交是吧 可不是嘛 没办法 虽然我们也不如人家一成命好呢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反正说的也是实话 这年头 谁一定就会比谁命好呢 别人还说我命好 但我哄得了婆婆 却哄不了老公 恰恰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扛着 扛着 好 去工作 这个我记住了 记着转告清清 虽然我们做不了亲戚 但还可以做朋友 有什么事的话 需要我就直接开口 好 我把话带到